大家好,我是三喵,邪猫邪狗上个 今天我想针对两句话进行一下自己的批驳 这两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什么什么什么 第二句话,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当然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听过的某个始作俑者 现在还在广场上躺着呢,对不对 他当年说的这句话看起来挺有道理 但是这两句话仔细琢磨都不太对劲 我为什么会想这个呢 因为我之前做过节目的时候 很偶然的说过一些关于国族的那些不太好的东西 对,可能您会觉得很惊讶啊 如果您在油管上,说国族不太好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不,但是您要知道很多地方啊 到处都有维护国族的那些人啊 他们说你踢球吗,对不对 你参加过职业运动队吗 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要去评价国族 对吧,当时那个王申超是吧 那个停球停到好远好远的那样的一个镜头 你再包括当时那个顾超 那个出击,出击的时候 导致叙利亚偷了国族一个球 你都没有踢过职业足球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国族 对吧,当然网上对于国族的很多评价可能是言过气势啊 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啊 你有什么样的资格去评价国族 包括国族是需要大家的爱护 你这样子对国族有什么好处 咱们先来说这个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这个 我记得我当年教SAT的时候 我跟学生讲过啊 就是有些阅读题里面很偶然的 他会问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作者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其中如果有选项说质疑这个人说话的资格 我会告诉学生请记录这个选项一定是错的 因为在这个西方 也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的话语体系之外啊 永远不可能去质疑一个人说话的资格 我们说这个言论自由对不对 人人平等对不对 那人人平等加上言论自由 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有什么资格 只要我有嘴 只要我能说话 我就能说这些 你记得不记得当时那个 美国的那些 比如说那个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 他们甚至连选票都没有 美国当时那些女权的先驱 他们连选票都没有 那么好 他们都连从政的这种资格都没有 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呢 可是人家照样在批评 对不对 所以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评价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说句简单一点 粗暴一点的话 这是中国文化圈子里特有的这种景象 实际上说吧 就是让你在闭嘴 一个人他的权位比你大 然后他自认为在这个领域里面 干了若干年之后 他想让你闭嘴 怎么看这个 这就是很典型的巨婴形态 因为我们说 人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就是一个言论其实分两部分 一个是你说出来 这个当然是人人有资格 对不对 那你说你的言论是谁要不要去听 对吧 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人啊 比如说他在这方面资历尚浅 他在这方面 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不足 那好他的一些话 我选择性的听 甚至我不听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必修课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遇到一些言论的时候 你如何选择性的不听 而不是去迫害那个人 我再重复一遍 当你遇到一些不友好的言论的时候 如何去选择性的不听 而不是去迫害那个人 这件事情在中国至少在舆论场上 这个必修课 我觉得修过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尤其是在官方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都没有学会说 这个人说的话 我是要有选择性的不听 我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只能会说 你有什么什么资格去评价这个 那只能说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巨婴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面对一些 这个让你不堪的话 你只能用自己的权势去压别人 这个时候你特别容易会犯这种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什么 当然这句话 在某呼在知呼上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版本 我参加这个 你看到知呼上面 为什么他很多人总是喜欢白谱呢 不是都成段子笑话了吗 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老子一秒钟挣几百万 就是他给你形成了一种话语壁垒 就是你如果不在这个level上 你如果不在这个threshold 就是你如果不在这个预值上 你不要跟我说话 搞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舆论场 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就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了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个 我之前的学生讲 讲SAT阅读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国外 人家是没有这种东西 就是不会 are you qualified 对吧 不会说你在有什么样的资格 去什么什么 国外至少在这个正经的 这种话语场合里面 是不太有这种东西的 对不对 但是在国内这句话大刑期了 而且很多人被他唬出了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所谓的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 这句话也经常被拿来去堵人的嘴 我今天讲的这两句话 都是这个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非常容易去堵别人嘴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觉得已经讲的够清楚了 对不对 你要做的 对吧 就是我说可以 你听不听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的事跟你的事是两个事 第二个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说过 说这句话的那个人 现在不是还在广场躺着呢吗 很多人还把那个人奉为神明 很多人还觉得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虽然那个人做的有些事情不太好 但是这个人还是有本事的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也是对的 这句话对不对呢 OK 好 首先发言权 还是这句话 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有言论自由 发言权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有调查就有 没有调查就没有的 那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你可能你没有调查的情况下 你说的话 不是说我有没有发言权 而是假如说我调查做的不充分 我就很鲁莽的说的话 你可以不信我的话 对吧 而且我如果没有调查说那句话 你看起来很鲁莽的话 那对我的公信力将来是一种打击 那我承受就好了 你不能说我没有调查 我现在就没有发言权 而且这句话很容易会被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这么担忧 对吧 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在诉说我的痛苦 对吧 你比如说吧 假如说有一些化工企业 比如说排放超标 比如说把一些水给污染了 那我亲眼看到 假如说我周围有一些人 因为这种水污染 空气污染 生活之类不好的这种情况下 我把这些案例给写上去 那他们就可以堵你嘴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人这样吗 你没有对不对 这个你要在全国 你就不要说全国了 全省全市进行调查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的个人能够做的一个能力范畴 所以说所谓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情况它是让刻意的忽视一个人看到的 哪怕是真实的情况 他会告诉你 你看到的情况 你没有经过宏观调查 你这个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这种情况是什么来着 把个人发言的门槛还是提的很高 高到了个人不可能的地步 我如果假如说我周围 我想去调查一下 比如说管办儿童这事 假如说铁链女那件事情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知道全国的这个妇女儿童的权益 已经做到保证到什么地步了吗 你知道什么什么的吗 那我就不能说话了 所以这种话也是一种居高位者耍流氓的态度 他是想以这种宏观宏大的叙事 来代替这种个人真切感受到苦难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想让个人说话的这种门槛拔到无限高 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 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混蛋的话 他就是用一种别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即使是这个独裁国家 他也不敢明着说我就是独裁 我就是钳制言论自由 他会按着来 他会说我不是不让你们言论自由 你看你自己说的话 怎么怎么着 你还是不要说这种话 他会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对吧 那这样的障碍在很多情况下 是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对吧 有人说我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 说的有道理 那我是不是得去调查 好 你等着 你去调查之后 他会说你的调查不合格 你还是没有发言权 对不对 总之话语权解释权都在他们那些人手上 而他们呢 既打压了大家的言论自由 又把这事情做得看似很漂亮 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这不就是某国某党非常擅长的 不但自己要赢 而且自己要赢两次吗 所以啊 如果再遇到有谁跟你们说这种话 请记住 不要上他们的道 不要陪着这些人玩这种游戏 在这种游戏里面 你只要听听听了一点点 你就已经着了他们的道 那这种话怎么着 我说话那是我的权利 对不对 我说话你可以不听 我就是要说 怎么了 有问题吗 至少面对这些看似有道理的混蛋的话 请勇敢的怼回去 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能用这种逻辑的方式去怼回去的话 那么言论自由 那真的是 那我们说从自己做起的话 那真的是遥遥无期 这算是一点小的常识 对吧 之前跟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可能会讲到 在国外是不可能有人去质疑 你没有这种说话的资格 那么由此稍微发散一点的话 其实是往深处讲 我再重复一遍 个人只要有言论自由 那随便说 说话了以后 这个说话 您听不听 我可以有甄别 第二 说话之后 这个如果说的话太荒腔走板的话 那么对我的公信力 对我的这种信誉的影响 我来承受就是了 但是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禁止我说话的理由 好理解吗 对不对 这种偷换概念是某国某党某组织非常擅长的东西 请大家擦亮眼镜 行 一点点常识的这种补充 希望大家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有一点点微小的贡献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 再见